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刚手菩萨也有他自己特别的手艺 是这样的 这是金刚手菩萨他的专属的特别的手艺 那么通印就是这样的金刚合掌手艺 观想呢 要观想金刚手菩萨 全身是深蓝色 愤怒向 右手呢 是这金刚处 左手是这金刚处 而且在他的身上 头顶是用杂宝和蛇为阴霸 为装饰 也就是这世上人们最怕的 最恐惧的 他是用来作为装饰 消除了超越了所有的恐惧 然后他穿的是虎皮裙 右腿 右腿是须 左腿是肾 这是金刚手菩萨的形象 是他的咒要持七遍 那么他的咒呢 恩波利兰哲利 后来是这也念恩波罗兰哲利 所以呢 我们真佛弟子要记得 两个音都是可以的 都是传承的音 没有矛盾 没有问题 都是可以 第四点 持了这个手印之后 念了这个咒之后 点五处 天心 喉轮 心轮 左肩 右肩 三印的时候 观想 金刚手菩萨在前 后 左右 四尊放出蓝色的光 这是普通的观想 而在解脱道口诀中呢 四尊又传授了一个秘密的秘诀 是什么呢 你除了可以观想 这四尊守护 还有一种观想方法 三印的时候 你直接观想自己 就化身为金刚手菩萨 这样 尤其是你要出门的 现在瘟疫横行 你要出门 做披甲护身 守护 化为金刚手菩萨 再出门 还有什么 比自己本身化为金刚手菩萨 更有力量 所以记得这个秘诀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呢 除了修法之外 食 衣 住 行 都是可以守护的 都是可以使用披甲护身的 比如你要吃饭前面的食物 你想清净这个食物 这个现在时代 不知道这食物有没有病毒 好吧 接金刚手菩萨的手印 十周七变 然后虚印 就是对着食物 抛出手印 让这个手印 抛向这个食物 就是清净食物 衣服呢 要穿衣服之前 把衣服拿在 左手 右手 持拳 印在衣服上 这样 然后持周七变 共不利兰这里 念七变 此时 你的衣服就化为 盔甲 战甲 这样 穿在身上 哇 你就可以出征了 这是一 住呢 房屋 房屋的四面墙 有很多人睡眠不好 说如何守护 披甲护身就可以用的 你只要守了皈依灌顶 你就可以做这个 披甲护身 直接手印 每面墙 碾七变 然后把手印 抛出去 抛在那面墙上 幻想金刚 守护上 就几面墙 然后再守护另外一面墙 四面墙 全部守护 这是住 行呢 骑车 飞机 坐船 甚至骑脚踏车 都是可以守护的 时钟 抛出去 这个叫做 虚印 就是这样 抛出去 来守护它 好 那么 如果大家要出门 特别是要去医院 电影院 参加婚礼 参加葬礼 红白事 或者去警局 墓地等等 都要守护 睡眠之前 更要守护 好 这就是 披甲护身 的应用 最后要跟大家说 这金刚守菩萨 是密教的 三姑主之一 观世音菩萨 象征着慈悲 文殊菩萨 象征着智慧 而金刚守菩萨 就象征着法力 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金刚守菩萨的 法相 也要听一下 根本上师 是如何持送 护甲护身 金刚守菩萨 大家一定要多看 他的法相 看 全身 是深蓝色的 右手持 金刚处 高举 左手 持着金刚守 右腿是曲 左腿是身 来 我们听听 根本上师持送 金刚守菩萨真言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记得很熟了 我相信 他会谈到 他怎么会 他会被打开 我相信 他太阳 他太阳 他这么一面 就会 感谢观看